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1日 再過幾天就聖誕了 聖誕中買什麼好呢? 收手吧 看看北水昨天又流出了 最近北水也是炒降股 在這裏是炒高一點 削下來 由於它是開電梯 所以它們容易找到食物 一般散戶是很難跟的 板牌方面 今天有很多板牌上升 看看總共上升的板牌有什麼 紙、農業等等 地產和銀行都OK 在這點裏來說 大家需要留意 即使市底不會太差 好 還有其次 我們看看 就是這個板塊 如果我們只能找到 最初五隻的板塊 是再看的 地產和銀行業我們看不到 紙和農業都很細小的東西 農業產品很細小的東西 這裏是之前排第22 即使在中間 編好一點點的東西 因為我們有五十個行業 那行業是中間的位置 今天去排第五 即使在這裏是酒店和餐飲休閒 其實最近有些人士是關注他們 我再看 紙品方面 我們看到紙方面 這裏是會有些升了 可能就是其實要留意 紙會不會跟工業的包裝有關係呢 這裏是需要留意的 特別是九龍子業是做了很多雅坑子的 利民造子都是商約 所以這裏是需要留意的 這個配合昨天說的話 在電的耗用量的所需品 是多了的話 我當然有一個很好的期望 就是中國的製造業是企穩 而有所是會亂 農業方面我們看到 最主要的這些 就是這些是銷售類方面的 超大現代很誠 康德農木比較大一點 今天升得比較多 這個值得留意一下 另一方面 交通設施方面 機場、公路 機場、公路都是比較好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會是好呢 因為如果交通運輸多了的話 收入多了 那它自然就好 這個會不會又是 由於交通運輸方面是多了 即使是商業物流是搶通了 這個也值得大家去關注一下 接著就是公用事業 水母等等 這些都是比較多的 那這個也都是可以看看 這些就是很細的 就如是不大 陌生的能源這些比較大一點 好一點的 可以留意一下 再跟著酒店餐飲旅遊 那除了復星旅遊文幣可以大一點之外 其他這些都是很細小的 那大敗活 這個項目也要留意一下 大敗活之後 大家樂又如何呢 那所以都可以看看 首先看看過股先 過股方面呢 昨天被人沽了一幅碌的美團 今天又稍微做好 那這個騰訊也都被人沽的 刑戶基金也被沽 那汽車股一般都是差了 那再看看其次 其次 其次他今天雖然是跌了下來 不過我們會看到的 就是他還是一個 就是低位是有了支持 那最不好的呢 就是他跌穿了165 那希望他今天 就站在165上面 然後就上去 那這就好了 我看165 也有些人看164這些位置 那你不要有所謂的 因為你看看 你最主要的就是看 他是怎樣看的 我看165 就看頂 高位 你看64163 就看底 咦 最低的是161 你是163 8 2 所以你是164 165 若望在這個範疇 若然如果你看164的話 那就不錯了 因為今天 很大部分時間都站在164之上 那現在這個沒問題了 看看了 我會不會帶上去 我會不會帶走 我是164 天賊 也可以 我會不會帶走 報告 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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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